從現在開始就是我們的那下一場的部分 那就是由TNT CHN所帶來的 OpenStreetMath 上那些看得到的電場 便利所和電塔的部分 那以OpenStreetMath來講的話 其實相當特殊的資料叫做電塔跟高壓電線的資料 那就是在OpenStreetMath是相當完整的 那之所以會直接有資料累積的部分 是因為其實有很多山友就是有大量去在爬山的時候 把這些高壓電塔就建起來 然後等到後來OpenStreetMath就可以描空照圖的時候 那就是也是可以依照空照圖的部分 去描繪高壓電線的分布的狀況 那這個資料集來講的話應該是OpenStreetMath比較獨有的 那台電的話一直都是沒有釋出的狀況 意思是說以國防因素啊 還是什麼因素等等的 都不願意放出來的 那OpenStreetMath上面有 那有我們接下來就是歡迎我們講者來分享這塊資料的狀況 好 好 那我今天在這邊要分享的是這個在OpenStreetMath上面 有的這一些跟電有關的一些東西 那電 說到這個電 感覺我們平常只要一插到插座上面 我們把我們的充電器插到插座上面 電就來了 但是大家是不是 大家有人有對那個我們的店到底是怎麼樣來的 有任何的了解嗎 其實應該是很少人了解 其實連我自己也都沒有很了解 而且我自己也不是在這個店 就是跟這個產業有關的地方工作 所以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對這個東西不是很了解 那我們的OpenStreetMath上面其實有很多 已經有很多這個跟電有關的一些就是圖徵可以讓大家去參考 那我想就是今天藉由我這個分享 能讓大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認識一下我們平常使用的電 那其實我們平常如果看到我們的新聞的話 其實我們應該很常會在新聞上面看到跟電有關的東西 因為像現在我們的政府很力推這個 像是光電跟離岸風電之類的東西 比如說像那個很多人會在那個PTT上面經常去分享 今天的風電又不運作了之類的新聞 或者是像是每次當有地方跳電 像我住台南上個禮拜就跳電跳了一秒 才跳一秒而已 然後PTT上面就有好多好多的訊息 那我不知道大家對這些訊息的理解程度到底是怎樣 但是反正大家就是喜歡看這些訊息來起哄嘛 但大家真的對這些東西有了解什麼 就是有對這些東西有了解嗎 比如說像大家看中間那個新聞 那個是前幾天的新聞 他說這個隆起的超高壓變電所 開關故障導致跳電跳了一秒 大家看到這個新聞到底知道他到底在講什麼 大家只知道是跳電 然後很多人穿什麼東西 其實都對這個不了解 那我一開始也對這個電力很不了解 但是我開始對這個電產生興趣的時候 是在蠻久以前我在編輯這個Open Stream Map的時候 我就發現這個地圖上很奇怪 地圖上總會有一條一條的線 然後我在編輯我要移動一些東西的時候 比如說我要移動一間建築物的時候 我很常就被這些線干擾 我覺得搞不太清楚 這個線到底是在幹嘛的 但是當我就是仔細研究之後 這些線之後我發現 哦這些線是這個我們的高壓電線 那這些高壓電線其實 比如說我們平常經過高速公路啊 或者是我們坐在火車上面 其實我們都看得到這些電線跟電塔 但是我們很少去注意到這些電線跟電塔 到底是怎麼運作的 那實際上這些電線電塔 它真的就是從電廠 然後這樣一直遷到你家 遷到你家中間經過很多地方 才讓你的插座一插就有電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 一下子要去解釋這個過程 可能也需要比較專業的人 而且可能也很難用很簡單的方式去解釋 但是至少在我們這個OpenStreetMap上面 已經有一些資料可以讓我們 就是稍微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去了解一下我們的 我們所使用的電 那接下來就是 再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的電 一開始我們的電 都是從發電廠裡面發出來的 發電廠有分很多種 大家應該也清楚 就是有那個燒天然氣啊 燒煤啊 或者是核電啊 然後還有比較早的一些水力發電 那個就是我們的水庫都會有水力發電 那現在新聞上最常見的 就是那個兩兆風電 那個插在海上面的那個風力發電 我家那邊有做了很多那個 跟風力發電有關的一些那個架子 然後還有 我家那邊也很多 我不知道我家那邊最近為什麼發那麼多電 很多地方都在鋪那個太陽能板 包括那個魚溫上面都是太陽能板 然後那個魚溫下面到底有沒有養魚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因為反正現在那個 種這個太陽光電比養那個魚還要賺很多錢嘛 所以好像很多人都只去種光電了沒有養魚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可以在open stream map上面 就是去找得到 那另外這個發電廠發完的電呢 它會經過這個輸電線路 然後還有這個變電鎖 那變電鎖基本上就是大家知道高壓電 發電廠發出來的電它不一定是高壓電 但是它會弄成高壓電 然後經過這個輸電線路 然後經過這個變電鎖 把高壓電從很高壓的電 變沒那麼高壓的電 然後再變成一般我們家用的電 弄到你家 中間會經過最後那個變電箱 它會從比較沒有那麼高壓的電 然後放到那個變電箱 然後再傳到你家 下面這張圖是這個台電 它在它的網站上面有給我們看的 就是我們的發電廠 它有可能會發出各種不同的電壓 那我們台灣目前最常在用的一些高壓電 就是這個345千伏 161千伏 還有69千伏的這個電壓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沒有學過千伏是什麼 我不知道可能有些人對這個已經開始有點陌生了 不過讓大家知道就好 反正有一些電 它的電壓是大到可以比較快電死你的 有些比較慢 可能慢個0.01秒之類的 都是高壓電啊 那這些高壓電 然後再經過這個 它們有這個變電鎖 有包括這個超高壓變電鎖 一般是用來把那個電輸比較遠的距離 比如說從我們南部 從南部然後輸到北部 或者是輸到東部 然後還有一次變電鎖 一次配電變電鎖 這個是把這個就是 電輸到你家附近 也不是真的就是你家附近 可能你那個縣市啦 然後還有這個二次變電鎖 那真的是輸到你家附近 可能就是你們家那個鄉鎖 或是你們家那個里 然後再最後經過這個變壓器 變壓器可能通常就在你家路口而已 然後輸到你家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這個圖 能夠理解什麼啦 但是至少我看到這個圖 一開始我沒有很辦法理解 因為這一種圖 它就是一個抽象的圖 那我看到這個抽象圖 我真的知道這個電怎麼輸到我家嗎 其實不知道嘛 因為我平常看到那個天上有那些高壓電線 但是我其實很難去把天上這些高壓電線 連結到真正的就是這個圖裡面 然後還有真正我們在用的插座裡面 那所以我開始去嘗試用其他的方式去理解我們的 所使用的電 那現在你要去那個網路上找這些跟電有關的資訊 你如果去台電的網站上 那我可以跟你說你真的很難找到什麼資料 因為台電它其實沒有對這些東西公佈很多資料 那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一個發電廠 可能維基百科會是一個你比較好去找資料的地方 維基百科上面針對台灣很多發電廠 尤其是比較大型的發電廠 或者是水利發電是比較小型的 但是它歷史都通常都很悠久嘛 那維基百科上面對這些那個發電廠 都有一些比較詳細一點的介紹 當然它的資料到底是正確不是正確的 這個我不太清楚 但是如果你去維基百科找一些這些發電廠的資訊 你說不定可以摸索出什麼東西 比如說像這個台中發電廠 中火相信大家很多很多人應該都在那個新聞上有看到 它就是台灣最大的燃煤的發電廠 所以燃煤它會製造比較多二氧化碳 所以有些台中人很不喜歡這個東西 那我們可以在維基百科上面看到它到底燃了多少煤 它有好多那個燃煤的發電機喔 而且如果你真的去那個火力發電廠看的話 那個發電機都很高 可能有八九成都高 我不太清楚 反正我有去那附近看過啦 那個發電機都很大一個 而且燃煤它的特點就是它有那個 大家看到右邊那張圖 它有那個很高的那個煙囪 燃煤的煙囪通常會比較高 而且它通常都是好幾十層都高的 所以它可以在很遠的地方就可以看得到 那你可以去維基百科上面看這個發電廠 但是它這些東西都是用文字去敘述 可能你需要一點想像力去想像它這個發電廠長長什麼樣子 那另外這個易成鬼也是跟Wikidata有關嘛 我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Wikidata上面的這個發電廠的一個項目 比如說我這邊做的例子是這個 那個屏東墾丁的河山 如果大家有去墾丁應該都可以看到 從沙灘上面就可以看到那兩河那個河山 就是那個我也不知道那個 那兩河到底是什麼東西 但是反正那邊就是有一個核能發電廠 而且它提供也是算是 在台灣算是還算OK的一個發電量 可能有一些南部多餘的電 也是都是從那邊往北部送 這個我不太清楚了 但是如果你去Wikidata去看這個河山廠 它就會提供你一些比較結構化的資訊 那說不定如果你對那個用機器讀取這些資料有興趣的話 可能你也可以用機器去分析這些資料 然後甚至你可以用機器去分析世界上所有的這一類核電廠 那接下來我要帶大家看的就是在我們OpenStreetMap上面的電力 那OpenStreetMap我這邊我第一個例子 就是也是用這個火力發電廠來跟大家解釋 那這個是台中的中火 那我不知道大家對中火到底在哪裡 有沒有一個概念 它在台中港那邊它其實很靠近海邊 而且它應該算是在台中跟彰化的比較靠近交界處那邊 離那個交界處不遠 那這一個中火它的形狀大概是這樣子 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知道中火到底長得什麼樣子 那這一張圖它可能沒有辦法很讓大家明顯的去理解 這一個發電廠到底是怎樣 誒 這邊有我的滑鼠吧 反正這個中火咧中間就是有一個放那個煤炭的地方 而且它大部分的煤炭都是露天的 所以你從那個衛星空照圖就可以看到 那邊有真的是堆那個煤炭的那個地方 那因為OpenStreetMap好像堆這個堆煤炭的地方 沒有很就是預設的圖層沒有去render這個東西 所以你可能看不到這個東西 然後它還有一些它的場內的馬路啊或是什麼樣的 那在OpenStreetMap我們如何去表示這個火力發電廠呢 如果有用過OpenStreetMap的人應該會有一點概念 但是如果沒有沒關係我也可以稍微解釋一下 就是我們在OpenStreetMap上面可以畫 比如說一個點或是一個區域或是一個路徑 它作為一個圖針 然後我們在這個地圖的圖針上面 我們會給它架一些標籤 那這些標籤就包括 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個標籤都有一個等號 那等號的左邊是它的key 然後右邊是它的值 就是它有一個key跟一個值 那這個火力發電廠 我們要去如何描述它是一個火力發電廠 我們就只要在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左邊那一格 它的這個標籤第一個是power plant 這個就表示它是一個發電廠 然後第二個跟第三個就是表示它的一個發電方法 比如說以中火來講 它的發電燃料主要是煤炭 然後它的發電方式主要是燃燒這些煤炭 第四個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蠻有趣的 這個可以代表它到底有多少發電能力 那我們發電廠的能力 我們一般是用裝置容量來說 裝置容量就代表它最大的發電能力 當然那都是理想值啦 因為可能這個裝置容量 有時候它會有一些會需要維修之類的問題 總之中火它的發電能力就是這個5824MW 那這個是我們去描述這個中火的這個方法 那大家還可以看到旁邊這邊有一小塊 這個是中火旁邊的一個小小的太陽能發電廠 太陽能發電廠也可以這樣描述喔 這邊我們power than plant 然後原料是solar 太陽 然後這個方法是這個太陽光伏 如果大家看到一片一片太陽能板 大部分都是這個所謂太陽光伏發電 另外還有那個太陽熱電是那個 有點像我們家裡太陽熱水器的那一種 太陽能電廠都是這個太陽光伏 那它的發電能力是6.486KW 這個6.486KW就跟這個5824KW差了很多啦 大概是多少 接近一百萬倍 所以大家如果看這些數字上面寫的這些數字 大概可以對我們發電廠有一個想像 那這個發電廠它是一個土地 如果它真正的那個發電機 我們該怎麼去理解它 大家如果可以看這一邊 有一個一個建築物 這個就是它的發電機 那發電機很高 它裡面有很多構造 我也不太清楚它裡面的構造是怎樣 但是我就假裝發電機就是一座建築物 大家看到這個發電機 這一邊有好幾部發電機 每一個都是一個獨立的發電機 它都可以自己運作 然後產生能量給我們用 那發電機它的power後面接的是generator 就代表它是一個發電機 那下面這個原料跟方法當然都一樣 煤炭跟燃燒 第四個就是每一個發電機它的發電能力 那剛剛說的那個發電廠 它的發電能力是把所有發電能力 發電機全部都加起來 我們這一邊講的是這個 每一個發電機的發電能力 所以我們光是看這個標籤 我們就可以知道 發電廠裡面的每一台發電機 它能發是多少電 同樣的旁邊這一邊 有這個太陽能板的這個發電 那太陽的發 太陽能板發電 我們也是一樣可以用這個generator 然後這個這一邊就是用這個太陽能 那像現在大家有時候 可能會去看到一些停車場 它可能那個上面就是有鋪那個太陽能板 當作那個屋頂的那一種 那這個時候我們如果在下面加一個building 等於roof 表示它是一個屋頂 這樣子我們在open stream map上面 我們就會認為它是一個太陽能屋頂 那另外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幾個這個風力發電機 風力發電機我們也可以用這個open stream map上面表示 power也是一樣是generator代表發電機 只是它的下面的source是wind 風然後它的發電方法是渦輪發電 同樣的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核3 墾丁那個核電廠到底長什麼樣 它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啦 蠻方形的一個 然後它的那個兩個大的那個圓圓的東西就是在這裡 那這兩個可能是發電機吧 核能發電機吧至少我在地圖上是這樣理解的 那它這個發電機它的發電原料是核能 然後它的發電方式是fission 我不知道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但是反正我們可以用這樣子去描述核能發電 那另外針對這整個發電廠的圖徵呢 我們也可以用就是這個power plan 然後下面一樣去描述這是一個核能發電廠 然後另外還有這個太陽能板的這一個 這個是在台南的有一個集美做的一個還算是規模 還算大的一個發電園區 大家就是放大一下可以看到 這整個園區就是它整個發電廠的一個區域 也是可以用一個就是發電廠的一個圖徵 然後它這一邊它的發電能力是1527 2.28 這比剛剛那個太陽能發電它的發電能力還要大很多了 大概大了兩千多倍 然後這一邊裡面的每一個區塊 這個是目前比較流行就是標示發電太陽能板的方式 因為太陽能板通常都是好多好多拼在一起 拼成一整塊 那我們就直接把這整塊的那個形狀給它畫出來 就可以讓大家知道大概哪裡有太陽能板 但是每一個太陽能板到底能發多少電 我們不知道 所以它的發電能力就給它標一個yes就好 就表示這個太陽能板有這個電 再產出來 另外這個剛剛所說的這些電線 這個電線它就是有 我們看到右邊這個電塔 這一個一根一個燈塔 我們可以標示成這個Powered Tower 然後每一根電線呢 我們可以標示成Powered Line 這個就表示這個輸電的電纜線 那這個電纜線它的輸特剛剛有提到 我們有這個三四五千輸的 一六一千輸的還有六九千輸 還有一些更低的輸特 我們可以用這個Voltage來把它表示出來 那這一邊的單位都是輸特啦 所以它會變成三十四萬五千 還有這個變電鎖 變電鎖 大家以前都很怕嘛 我不知道大家現在是不是都很怕 但是現在台電用很多方式把這個變電鎖藏起來 比如說蓋在一棟建築物裡面 或者是用一些這個看起來很在地的一些圖案 去把這個變電鎖藏起來 這變電鎖 當然這一個不是這個變電鎖啦 這個是另外一個比較大的露天的變電鎖 那這個變電鎖 它的標籤就是Powered Substation 表示這個變電鎖 然後這個substation還有final 有些東西 有些變電鎖是比較適合傳到你家的 那這個就會被標示成 substation等於distribution 那以這一個案例為例 這一個變電鎖它的電壓都是比較高 不會傳到你家 那這一個變電鎖它就會被標成 substation等於transmission 下面也一樣 我們用這個voltage來表示 這個變電鎖 它有哪幾種電壓在那邊運作 那接下來我要另外再介紹一個 跟OpenStreetMap不一樣的網站 它叫OpenInframap 在這一個網站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上面有一些線 然後還有一些圖案 OpenInframap它就是 把這個OpenStreetMap 資料庫裡面的一些 跟基礎建設有關的一些圖徵去 那個就是去擷取下來 然後去做比較呈現這樣給你看 那這個OpenInframap 那這個OpenInframap像各位可以看到 像這個遠遠的就是核電廠 然後像這個圖案可能就是火力發電廠 然後還有另外一些圖案 像這個是水力發電廠 那剛剛所說到這個比較高壓的電線 它就是會用這個紫色的線去給你呈現 在右邊的這個圖針都可以看到 我把它放大來看 這個是在離我家沒有那麼遠的一個地方 然後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一邊有一些這個345kV的高壓電線 然後這一邊有161kV的這個 比較沒有那麼高壓的 但也是很高壓的高壓電線 這個紫色的我們叫超高壓 然後還有一些這個黃色的也是高壓電線 那這些電線都是我們可以實際上 在我們的地面上可以看得到找得到的 如果有地下的也會畫在上面 那我們把這些東西點開來 比如說像我們點這個南科超高壓便電所 它就會顯示就是一些資訊給我們看 然後像這個豐德發電廠 這個發電廠 它會給我們看這個發電廠大門的這個圖 然後還有稍微告訴我們一下這個發電廠 它的原料是什麼 它輸出了多少電力 那時間好像沒有很多 但是我還是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現在我們在使用這個 OpenStreetMap或OpenInfraMap看這些電力徒徵的時候 我們可能還會遇到一些困難 那這些困難就包括比如說 第一點就是我們的便電所資料 還是不是很完全 所以大家在OpenInfraMap上面看到的便電所 可能漏了很多 你可能看了上面 以為自己家裡旁邊沒有便電所 可能其實還是有 比如說看這個地圖就可以發現 我們這個北部跟南部的便電所資料 比較完整 但是如果中部的便電所資料 它的密度好像沒有那麼高 那可能它比較沒有那麼完整 那如果說大家想要 對這個便電所資料有貢獻的話 大家可以看 這個我們公開 台電的公開資料 有一個這個便電所磁場資訊 它這邊有把每一個縣市 所有的便電所 至少台電經營的便電所 都有列出來 那它還有列出它的所在地 大家可以用這些資料去找找看這些便電所在哪裡 比如說像這邊有一個便電所 然後就可以幫它把這個便電所的資料給它加上去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資料 它就是都說什麼 竹南鎮三家裡 這個頭份鎮民族路 這個路很長 這個便電所到底在哪裡啊 有人在那個資料下面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便電所到底在哪裡 它想知道 但是台電就是說 為了供電安全 它地址沒有辦法告訴你 沒有門牌真的是不太好找便電所在哪裡 有時候我看到一個地址 也是找了好久才找到哪裡 但是如果說 大家一起把這個便電所都找到 然後畫在這個地圖上的話 那這樣之後的人 就會比較容易去找到這些便電所 另外這個高壓電線 還有很多缺少那個高壓電線輻射的一些標籤 比如說像大家看到這個台灣北部的這個高壓電線 大家可以看到台北市蠻多這個 這個棕色橘色還有黃色的線 就表示台北市的這些高壓電線 資料還是比較齊全 但大家看到桃園跟新竹這邊 就只有這個紫色的線 那不是這邊沒有電線 而是這邊的資料比較不完整 我把它放大來看 其實不是看不到電線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電線有細細的灰色的線 那這些灰色的線呢 就是這個 有人有把這些電線畫上去 但這些電線沒有它的 就是福特的 就是它的電壓的資料 所以它不會被醒目的 render 在這個open inframap上面 這樣子大家要去用這些資料 就比較難使用 那大家可以到那邊 然後看那個電塔 然後看那個電壓 就可以知道它這個電線是多高了 那簡單教大家怎麼樣去分辨這個電壓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電線上面有這個矮子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用來絕緣的叫做矮子 然後你可以放大來看它到底有幾顆 像是如果說這個我把它數好了 是12顆啦 如果是12到14顆 它這一條電線就是這個161000V的 那像這個可能不是很明顯 但是它有20幾顆 那它通常就是這個345千V的 另外還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可以看 但是這個不一定準 比如說像大家可以看到這一邊 它是兩條線並在一起的 那這一個就是 比較多是161啦 那345 比較多是這個四條線並在一起的 那在open stream map 如果要畫儀式的電線 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因為那個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電塔 它在地圖上根本就只是一個點而已 你要從那個地圖上 然後看到那個點 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可以去這個國土利用這個調查 就是國土服務員這邊這個網站 它會把一些電塔的位置 用這個藍色的這個符號 給你顯示出來 但是實際上還是很困難啦 所以如果大家有發現電塔的話 如果自己嘗試要去畫這個電線的走向的資訊的話 可以去試試看 那另外在open stream map上面還有一個比較 就是需要大家去幫忙的部分 就是在 因為現在很多這個可再生能源的圖徵 很多建設啦 比如說現在很多地方都有太陽能板 或是新差的那個離岸風電 那這是可再生能源的 有一個 通常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規模沒有那麼大 然後它分布很廣到處都有 而且它架設很快 可能幾個月就架好了 那比如說像在台南 有很多那個太陽光電分布在各個地圖上 有些是在那個養豬的上面啊 有些在地上 有些在水上 這些他們架很快 但是我們目前都還沒有辦法知道它的這個資料 那如果在open inframap上面可以看到這個 它有一個有點像熱力圖的 它這邊是有用這個 這個有點類似熱力圖的方式去顯示這些太陽能的資料 但是它這邊的資料不是很好的 我是覺得 因為它是用它有幾個太陽能圖徵去顯示這個資料 所以有時候那個顏色越深的不一定代表它發電越多 那另外大家還可以去這個 就是能源局的這個再生發電廠這一個表 它這邊有就是顯示一些 可能別人去跟這個能源局申請的一些再生能源的工程 它這邊有很多很多的資料 這些資料大部分都是沒有被畫在地圖上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參考這些資料去幫這個地圖上做一個補充 另外每一間幾乎這些再生能源的公司 都會在他們網站上面公佈這個簡明月報 那這簡明月報是公佈他們這個發電廠的一些基本資料 還有一些它發電的現況 比如說它發了多少電的這些資料 那這些資料也對我們在就是畫地圖的補充上面 很有幫助 那我今天的報告就大概到此結束 希望大家聽完能對我們平常使用的電力有不太一樣的認知 也可以讓大家之後在看新聞的時候 就是不只是能夠用另外一種方式去解讀這些我們平常使用的這個基礎建設 然後在就是判斷理解一個新聞的時候可以就是能對它有更多一點的了解 大概這樣謝謝大家 OK 那個目前Style上面沒有列的問題 那現場沒有問題 那為了時間關係就開放一個 好 稍等一下 這個地板我放過去 喂 您好 所以我想確認一下 目前那些地圖上面的太陽能板 是由大家自主去標記的嗎 對 那個太陽能板大部分都是大家自己畫的 那大家可能看到那個衛星圖上面有那個太陽能板 大家就自己在那邊畫 可以畫一個點或畫一個形狀都可以 好 了解 好 那個我這邊其實我個人是有做那個太陽能板偵測研究 那我目前是已經做到用那個我們國土會測中心公佈的正設影像裡面 我直接去把太陽能板抓出來 目前是有已經把全台的太陽能板都有大致上抓出來 那可能就是細部上面它可能邊邊會有些問題 那可能那個還需要其他人去修 那我想問的是我這個東西如果有開源之後 是不是可以跟你們的東西做結合 OpenStreetMap上面是大家都可以在上面編輯 所以如果說你覺得你這個東西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然後這個東西的資料 然後它的就是一些資料的也都還算OK 品質也都還算OK的話 也都可以直接把這些東西灌進去 然後這些資料就會比較容易再 也用另外一個方式在這個平台上面 讓其他使用者可以去查看或者是使用這些資料 好 謝謝 OK 最後一個問題要快速問 不好意思 我簡單問一下 就是我覺得我想問說 這個這麼完整的這個電力資料 目前其實是背後有一個組織 非營利組織在運作嗎 還是說沒有完全就是全憑著大家的熱忱這樣子 個人的熱忱 喔 沒有 其實這些資料很不完整 因為這些資料大部分都是大家自己畫的 而且剛剛我說的這個高壓電線 那些紫色線的資料 其實很多都是外國人在畫的 不是我們自己本地人在畫的 我也不知道他們到底怎麼畫 反正就是他們畫這些資料 那我剛剛有在那個大陸的那個網站 知乎上面有看到有人在分享這個 OpenInframap這個網站 他就說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台灣的基礎建設 可以來OpenInframap這個網站 我不知道為什麼 知乎上面的網友會想要知道台灣的基礎建設 但是如果大家想要知道大陸的基礎建設 其實OpenInframap上面也有很多他們的一些資料 而且他們有那個 比我們超高壓還要更高壓更厲害的那個書店網路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去了解一下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可能要接著下一程 那大家感謝那個譚德權的分享